很多直播主打他的名號 到餐廳用餐的時候 行為是讓大家會引起一些討論 在新竹就有一個女性的 姓中的這個直播主 她到餐廳去 這家餐廳她主打的是龍蝦 還有包括和牛是吃到飽的 所以聽起來應該很高檔 但是她卻爆料說 這一家餐廳 她的龍蝦裡面是黑的 感覺是不新鮮 而且出現了衛生上面的狀況 但是有一個更大的爭議 現在店家反而跳出來 反咬她 她說你是被我們逮到 你居然用塑膠袋 偷偷裝了這一些龍蝦 那規定吃到飽當然不行 而且這樣嚴重的話 其實店家可以算他是偷竊 等於是偷竊的一個行為 以前我也跟這個吃到飽的時候 我們跟人家併桌 我們併桌的客人居然 也是偷偷放到塑膠袋 然後後來被發現的時候 我超丟臉 我超丟臉 我一直跟大半的時候 跟我無關 跟我無關 我們先看一下 當時店家他有拍到一個影片 從頭到尾這個女生 真的就是用塑膠袋 在裝這個龍蝦 來看一下這個經過 有 我覺得這就是 因為你那個帶子 學生不見面 這就沒錯 很適合你 如果你看 你是不是吹酥 那個小便 那代表你吃完 會整個世界在帶子 所以我這個就是 很難受 那我想今天的套館 中文字幕——YK 好 這位中信的直播主 他認為是說因為就是怕燙 所以我才把這個龍蝦 裝到這一個塑膠袋裡面 但是對方威脅說我要報案 而且你這樣是牽涉到 有偷竊的問題 後來他在臉書上就PO出說 這個龍蝦因為他泛黑 不衛生 所以他帶回去化驗 這個說法也讓人家覺得 比較吊詭的地方 店家說你根本就是拿醬油 淋在上面拍出這種 看起來裡面黑黑的 看起來好像是真的 有點像是醬油 而不是因為不衛生 但我覺得店家也不可能吧 怎麼可能會龍蝦打開裡面 如果他真的不衛生 這種東西怎麼可能賣 後來這個直播主也告訴大家 我說連醬油放在你們哪邊 我都不知道 他說我怎麼可能拿醬油來造假 這個事情 偉翰你怎麼看這樣的一個爭議 其實我覺得這個龍蝦 他是不是不乾淨或是拿醬油 跟你把它放進塑膠袋 有關係嗎 不乾淨 對不對 你今天如果東西不乾淨 你就請老闆來 你這東西不乾淨 或是怎麼樣或是什麼東西 你今天把它放到袋子裡面 說是因為怕燙 放到塑膠袋裡面 那是更燙的 你要是覺得燙 應該放桌子才對 吃到飽的東西 不可以裝進袋子 這是常識 其實我真的覺得 好 我們也不用去針對 到時候直播主又怕他想說 你又不知道我對不對 好 那大家就開始針對 所以大家包括店家 包括我他們 怕的就是直播主 在社群上面的影響力 所以連批評他們之一 他們都小心翼翼的 沒有 我真的覺得不應該 就是說你今天去吃吃到飽的東西 你就不要給人家這種刮田裡下 你放進你的包 放你的袋子 你就在那邊吃就好了 你只要能吃 我現在在時間之內 既然他敢吃到飽 他就會讓你吃的 那你吃後就會糾結說 我幹嘛要去拿你的東西 那東西食材不好 那都是兩回事了 這個是食材不好 黑黑的 就讓它上面真的不是醬油 而是有那個意色 你都不應該把東西放進塑膠袋 放進包包裡面 就這麼簡單 所以這個其實沒有什麼好爭議的 那老闆他也每天開店做生意 他看的客人也多了 他應該也是動沒條 所以他也才在旁邊拍 他把他拍下 剛剛我們看到影片 應該是店家拍的對不對 所以現在如果店家開門做生意 看到有直播組什麼的 你可能全程先直播 先蒐證 開玩笑 不要直播組來跟我們這邊抗議 還有另外 現在這個店家也去報警了 所以現在就是進入司法調查 那到底是他造假 還是店家真的有衛生上的問題 我相信這些影片 都會還給店家 還會還給當事人一個公道 另外一個畫面 大家看得非常的觸目驚心 我們剛剛有講到 小黃司機的車禍翻車 翻得很嚴重 在香港的大埔 有一個四十二歲跟二十八歲的男 這個兩個男生開車 翻得非常的 其實看起來也很驚嚇 但是其實沒有小黃 這樣子翻了好幾圈 但是比較訝異 跟大家嘖嘖稱奇的是 他的高速撞到了這個路邊的時候 沒有想到 一樣是撞到電線桿 可是兩個人包括駕駛跟乘客 黯然無恙 而且事後就坐在車上裡面 一直滑手機 甚至引起了一些討論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畫面 翻滾的時候高速的過來 因為打滑 所以瞬間翻出去 整個車就卡住了 然後這個從中間攔腰轉下去 可是你可以發現 可能他打上撞上道的點剛剛好 所以包括駕駛還有這個乘客 後來繼續的就呆在原位 這個看起來沒有受到明顯的 這個非常嚴重的傷勢 甚至繼續滑手機 我們來看到這地方 這是後來有一些記者到現場 發這個地方 因為香港是這個幼駕 所以你可以看到乘客 這個比較年輕的在滑手機 這個駕駛其實本身看起來 好像沒有明顯的 這個傷害的情況 所以現在香港的網友 還幫他們批圖 說他們坐在這一個被撞碎 撞破的車子裡面在賞月亮 因為淡定到有點離奇了 網友說因為他們開的是 蓮花跑車 蓮花的車頂都是幾顆螺絲 鎖著而已 所以撞上去他們會解散 意思是說其實撞的力道 沒有大家看畫面那麼猛 主要是因為他這個鬆開之後 大家以為說好像撞得非常厲害 說再快一點 連人帶車都會切成了一半 韋翰你怎麼看這事情 我先跟大家講 我這畫面其實非常輕鬆 因為那個速度非常快 然後我的結論兩個字 叫命大 因為他撞到電線桿的時候 我還是把影片重看了以後 老包你看 我把他定格 他要撞下電線桿的那一秒鐘 最後的瞬間 他是在那個 因為駕駛是右駕 駕駛就坐這裡對不對 他大概在駕駛的那個座椅 後面一點點的地方 其實很接近的 只要往前二十公分 駕駛應該是當場就死了 那麼快 你就看那個影片 整個飄移過來又動下去 對不對 所以他是正好 然後所以撞完之後甩回來 他的車在駕駛之後 後面那部分全部都沒了 那他們也不是說什麼淡定 他們後來有受傷有送醫院 就是你看他在那邊動有沒有 他就一直在看他們是怎樣 手還在嗎 怎麼還在 都沒事 命當 就後面的後半段 導播再放一次就很清楚了 他後半段整個撞到電線桿以後 算是撞爛了 可是正好就是駕駛跟乘客的後面的部分 他只要再往前一點的話 那一定會傷亡的 那他今天就是因為他受傷了以後 他就趕快報警 他自己叫的 然後叫救護車他們送醫院去 那警察跟消防隊員來的時候 所以他們可能基本上心情上 是逃過一劫 所以他們格外的 跟我們想像的不太一樣 在俄羅斯有一個四十多歲的婦女 他是律師 但沒有想到 因為他們當地有個節慶 就是要跳到水裡面 只是來看到這一個畫面 讓他覺得非常驚險 就挖出了一個洞 冰天雪地裡面跳下去 但他們有注意到說 底下其實是非常湍流的水流 所以一下去之後 大家發現他瞬間就被捲走了 後來其他人要跳下去 去救他的時候發現說 人已經不見蹤影 後來這個證實他都已經是滅點了 他一跳下去 大家找不到他的情況之下 他的小孩在旁邊就呼喊 馬上立刻哭出來 媽媽 媽媽的這樣叫喊 再看一次這個畫面 真的讓人家是覺得生死已瞬間 本來是要慶祝慶典的 沒有想到一跳下去之後 這個就天人永隔了 偉翰你怎麼看這事 因為我們現在並沒有把那個聲音 開出來給各位觀眾朋友看 看完之後你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他的兩個女兒在旁邊 就一直在哭喊的叫他的媽媽 大家現在依稀可以聽到 那個就是他的小孩 就叫媽媽 媽媽這樣 因為那個太驚悚了 媽媽在你面前 是為了要祖顯節 他是這個宗教上面 為了要去張顯祖 所以他跳下去 零下五度 但是下面的水上面是冰 他們還是自己把那個東西 弄出那一塊來的 在他的弟弟 他的先生 他的小孩的面前 他跳下去以後就被水流走了 那其他東西都是蓋的 都是冰層 他上不來啦